好 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好久没有调减票价的国道客运 这回业者恐怕也按耐不住了 在现在什么都涨的趋势之下 他们向公路局提出计划 票价最高将会调涨23% 等于一张北高的票来到725元 负责运输西部交通 有台铁高铁国道客运 只是受到疫情 油价 原物料 还有人力成本 已经动涨好多年的国道客运 送过好几次的调涨报告 这一次似乎涨定了 营运环境大不如前 但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可以不受铁轨的限制 可以更灵活深入各个城市 政府补了又补的补助 业者又纷纷提出再不调涨 真的快撑不下去 这回提交给交通部的计划 三排座椅将调涨23% 四排座椅7到11 以台北高雄的票价来看 现行五百九跟四百九调涨后 可能来到一张七百二十五和五百四四元 跟台铁自强后的票价八百四三元 其实业者也担心营运是否再度陷入困境 当然业者一定是担心价格涨了之后 乘客会流失的问题 不过票价调整是因为18年没有涨 所以这个本来也是不得已的 整个成本真的比以前增加太多了 最后的一个修正的方案 我们已经在3月15号的时候报到交通部 那这次大概客运联合会 这边也有提出有关于票价 票价以及运价差额补贴的一个建议 那这部分的建议 我们一并请部里面来进行一个审查 毕竟国道客运开始营运以来 全盛时期有三十八家 两百条路线 一年旅客人数高达八千三百八十七万人次 但受到疫情双铁夹击数字直直往下掉 现在只剩下二十九家 路线只有一百六十六条 甚至营运量直接砍半 想当然总收入也是腰斩 剩下五十八亿元 其中像是短程的通勤路线 在尖峰时刻满满人潮 但是回程的时候 运量又不如尖峰时刻的秘籍 而且离封半次还乏人问津 有不少业者私下就坦言了 开一条路线真的就是赔一条 等到合约期满 他们就要纷纷退出营运路线 到头来又是民众得要伤脑筋 因为特殊路线 再客量的落差 业者坦言确实不好经营 加成费率也是这一次讨论的议题之一 目前规划约10%到20% 尽管钱的部分可以用调涨补助解决 人力需求 则是他们认为难以解决的困境 要给乘客舒适的乘车环境 出车前的检查 SOP样样不能少 看起来工作相对单纯稳定 但现今年轻人却是越来越少人 愿意投入国道客运驾驶这个行业 辛苦的地方现在就是交通环境 是小车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工作的时间 就是常常因为塞车 所以变越来越长 那会留下来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工作已经做很久了 那就都有感情在 可能是休假天数比较长一点点 大概比客运的时机多了 两到三天的休假 客运缺工最主要原因 还是属于工时的问题 就是他时间稍微长了点 那你如果说要比照国外的环境 是每个人上班八小时好了 那维持现在的薪水 那当然可能对于 会有更多人愿意投入这个房 因为毕竟工时下降低了 不少人选择转网货运驾驶 认为工作较弹性 不用长时间被绑在驾驶座上 纷纷离职前往 认为工作生活至少能兼顾 只是这依旧靠劳力 尽管月薪看似家总起来比较高 根据产业工会统计 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 没人送货 等于你网购的衣服 或是送给别人的包裹 就得不断往后推延 不断的等等等 同样的环环相扣 日本为此扩大招募特定技能的外国劳工 就是为了解决日渐扩大的缺工问题 让外国人合法拥有居留权 一方面也能抑制打黑工的逃逸移工 或许相关单位能借进双管齐下 TWB新闻李延志歇伦 台北采访报道 现代人多数扛着财务压力 不论是房贷还是车贷都是这样 如果只单靠本薪 很多员工表示生活真的是得更精打细算 不少人会固定拿出薪水一定的比例来做投资 专家也表示 年轻投资跟快退休的投资策略真的有所不同 办公桌前开始一整天工作 从事房地产的黄先生 每天都会整理相关资料 不论是房屋委托或者买卖双方 紧盯市场需求满足客户条件 谈起投资理财心得 黄先生非常有一套 虽然还年轻但早早做好规划 平日就有各种投资做好风险评估 毕竟现代人财务压力大 虽然有辛勤的工作 让黄先生在房地产有不错收入 但每一分赚来的辛苦钱都有着重要规划 后疫情时代金融市场气势如虹 但通膨问题也急速加剧 仍有许多民众有财务上的压力 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集团 首次综合雇主和劳工两项调查 做出来2024美国职场资深显示 有六成以上受访员工 表示对目前的财务健康感到焦虑 有七成的认为 目前薪资收入涨幅 跟通货膨胀相比 仍有显著落差 投资上也更步步为营 大家相对会保守一点 所以会把钱放在现金债券固定收入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保险的部位 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是他本身自己 在做资产配置的一个理由 进一步分析报告内容 生活成本增加 就业环境不确定之下 员工最关切的财务压力来源 第一名是收入或维持生活水准 占比42% 第二是退休储蓄 占比40% 第三则是医疗保健支出 36% 对财务健康的重视程度 首次超车身心健康 然而有61%的民众 表示碍于当前经济情势 要追求财务独立性的想法 难度增加 多重经济需求的冲击 也让民众心理层面压力越来越高 不够用会影响周遭人的生计 自己可能会在乎缠症 因为这样子而前来就诊 这样的状况 它会影响层面是很大 一方面精神上面 它有睡眠 还有情绪障碍 二来身体方面 因为这样子产生了压力性溃疡 甚至被告知 要注意有心理不等 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 这些东西造成它 都必须赶快来就诊 希望获得处理 富兰克林投顾建议 民众都应该早早规划 退休生活 持续执行理财计划 大致分为两阶段调整进行 工作状态时 布局标的走向积极 把握时间红利 还有可投资额度较多的时期 加快资本累积 拉高资产配置中的双季 创新题材占比 定期定额方式 累积科技 生计股票型基金单位数 分散产业型基金波动度 较高的风险 退休阶段的理财 则转为稳健防御 可以降低先前定额定期的 双季基金比重 改提高债券资产的布局比重 利用配息来达到 退休的生活所需 每一个的阶段 就是会去更谨慎的去了解 我现在投这个东西 我够不够了解 那如果了解 那我对这个 是不是我的眼光够好 那这东西 其实就是要去靠培养 你靠这个环境 每天就是 接受很多的一些新闻 或者知识面的 那去了解之后 你才知道说 这个产业在未来 会不会好 将要退休的族群 那你可能要自己精算说 未来我可能退休 需要多少钱 那我准备了多少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那这个事实上是可以预估的 那最后就是 已经退休的这一群人 那你可能要做好 这个财务的分配 跟同事的策略 财务压力席卷而来 提前做好规划 搭配多元投资方案 降低经济压力冲击 TVN新闻张志明 来一名台北财宝报导 在台湾 买房市场依旧存在一定的需求 而根据五九一新建案统计 六都加新竹县市在线案 来克类型的占比 买房主力目前还是以首购 及换屋占比最多 对着电脑专注的努力工作 已经结婚 育有一女的黄小姐 因为成家的需求 买房计划也同步达成 我们这次其实是看领口 因为就像如同我刚刚说的 双北地区来说 其实以首购能负担的区域 我第一个就是选她了 因为领口的价格比较平价之外 它其实公园绿地也蛮多的 我觉得很适合小朋友生活 虽然夫妻俩工作地都在双北 但领口房价还是相对亲民 尤其以首购族来说 在台北市制产更是不容易 而买房除了要评估 自己的能力之外 也要符合一家人未来的生活蓝图 因为领口蛮多双语学校的 就是双语小学对 然后蛮个学校也很多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这样子 就如黄小姐一样的刚性需求 其实是现在市场上的买房主力 根据新建案统计 六都加上新竹县市 在新建案的莱克类型占比 目前以首购及换屋占比最多 但投资客仍然有一至两成 投资的部分也不能说没有 只是在房地合一税 它针对持有期间 还有如果你有获利 做出一些限制客税 那整体的比例已经减少很多了 新竹的话它的买房主力 因为它有逐科园区 那这些高收入的族群 他们的消费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那所以他们在除了原有的 自助购物之上 往往也会有投资的需求 六都加新竹县市 在线销售新建案莱克类型当中 新竹县市在投资比例最高 达到21.5% 接续是台中市19.6% 双北在一成左右 不过以首购组来说 则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台南市最高52.3% 高雄市45.7% 台中市也有近四成 台北市新建案的莱克占比 有21.3%是首购族群 换屋族群则占50.4% 但如果是投资的话 还是有12.1% 虽然台北市换屋族群比例比较高 但必须考量可能是线上正在销售的大房型比较多 所以拉高平均值 而从平均成交价来看 台北市落在每平110.8万元最高 和第二名的新北市有将近一半的差距 接着是新竹县市43.5万元 其余都破每平30万元的行情 随着政府这几波打炒房下来 包含房地合一税2.0 还有平均地权条例 这些其实目前的房屋的主力 已经是会变成首购和换屋为族群的 这些钢性族群的话 因为他们都是占了大宗 大部分的新竞产市场的莱克量 都是以自用钢性需求为主 投资客的比例会有高有低 其实跟整体市场的投资信心有关 另外一方面是跟产品有关 如果是套房型的产品的话 尤其是投资型套房 这一种的话 通常投资客的比例 就会高达五六成以上 甚至有的会更高 那如果是两到二到四房的产品 尤其是三到四房的产品 基本上投资客的比例 基本上会低于一成以下 钢性需求加上政策 支撑首购和换屋 成为台湾买房市场的主力 而热卖的房型 依旧是以小坪数为主 根据内政部2023年 建物买卖移转的平均面积 为约29.7坪 创史上新低 相较十年前少了整整五坪 在高房价的代价之下 就是小宅化 小宅尤其是两房型 会是未来五到十年 一个主流的产品 因为我们根据内政部的 这个统计资料来看 不管是双北市 或者是全台湾六加一都的部分 其实购物坪数都持续的在缩小 这也告诉我们 不管是民众自助 或者是这个长期的 自产的需求 如果未来要看真实空间 跟长期的这个投报的话 其实现在买小宅 反而是比较安全 稳定的一个产品 如果以全台来看 购买35坪以下的房屋比例 突破7成 显示小宅操作模式 已经进入中南部 而小宅高单价 低总价的特性 也已经在全台满延 TV新闻 何将程序 谢丹茨特别报道 台湾在2019年的时候 病人自主权利法正式上路 这是亚洲第一步完整 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专法 每个人可以事先签署 预立医疗决定署 在安宁病房的医生跟副事 都不知道怎么样的感谢他们 真的他们是尽心尽力的 真的要跟你说声 谢谢感谢你们 张小姐感动落泪 谢谢台大医护 对妈妈的关怀照顾 她83岁的母亲 两年半前确诊罹患胆管癌 这半年来因为癌症扩散 决定开始进入安宁照顾阶段 医护人员都很尊重人性 那我们也 我们就是来这里 然后出院以后 我们回家自己照顾 然后台大这边有居家照顾 每个礼拜 医生跟副理人员 都回到我们的家 去帮我妈妈抽护水 或者吃药 看她最近的状况 那妈妈很乐观 不害怕死亡 张妈妈在镜头前比爱心 孩子们用心陪伴老人家 走最后一程 现在妈妈已经吃不太下 只能吃几口 但女儿仍用心准备餐点 让她色香味俱全 今年来常照杯哥平传 安乐死等生命议题 常被讨论 其中包括断食扇中 布立台中医院 复健科教学主治医师 毕柳英家族有 小脑萎缩症遗传 患者会逐渐丧失行动能力 然后到全身瘫痪 最终呼吸衰竭而死 毕柳英的妈妈 发病近20年后 已经恶化到 无法自己移动 在读了日本医生 写的书后 因为书里提到断食扇中 毕医生的妈妈 自己决定 希望用断食扇中的方式走 后来逐渐缩减饮食 以及也有安宁居家 疗户协助下 在家人陪伴下 走向生命终点 不过断食扇中 在医界也掀起很多讨论 因为有些家庭的照顾者 可能踩了法律红线 这个断食扇中 是牵涉很多的议题 医学 伦理 法律 都有它的很大的疑虑 我们对于这些 比较重症末期的病人 很希望提供高品质的医疗照顾 那再来就是说 很可能有些人就所谓的 被断食 或者被扇中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疑虑 国外的是自主意愿的 停止饮食 而不是现在 我们台湾讲的这个断食扇中 它有差距的 台大医院缓和医疗科主任 蔡兆勋 致力于安宁照顾多年 他认为不是生命迹象结束 就叫扇中 蔡兆勋强调 扇中是一个身心安事的过程 不是被断粮断食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觉得痛苦 而台湾的病人自主权利法 定出每个人可以事先签署 预立医疗决定书 当你是末期病人 不可逆转昏迷 永久植物人状态 及重度失智 或其他经政府公告的重症 你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走 也包括拒绝人工营养的喂食等等 不过病毒法无法帮到的是 如果突然昏迷变植物人 又没有签署过文件的人 英国的判例就认为说 其实维持这种永久植物状态 并不符合本人利益 如果大家都有共识 比如说家人跟医疗团队 认为说这样做是符合他利益的 也不违反我们当下 所认定的医学伦理的话 那就同意可以把它做撤除 大部分人想法都有共识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形成一个 我们所接受的伦理 甚至于法律的话 那都有一些明确的这种条文 专业有个指引 认为说我们该怎么做 那这样比较能够圆满 解决这种情况 那也可以避免说 跑得太快 那就违法了 台大医院伦理中心主任 蔡甫昌认为 台湾还没有相关法律和判例 断食善终要小心 国外也是经过多年讨论 而他认为 目前断食善终的前提 必须是本人自愿 或是在他清醒时 有明确表达过 其实我们应该把它想成说 营养或禁食 它本来就是医疗的一个选项 而不是 应该是医生做判断 它是医疗 医嘱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我们常常医嘱里面 第一件事情 除了说生命真相以外 接着就是 到底这个病例要不要禁食 或者说禁食除谁以外 或者说应该可以扮流体或什么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 医疗的一个选项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肖宋皇认为 安宁缓和医疗和断食善终 不必然是两派可以互相了解 生命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伦理议题 大家多讨论关注 做出对病人最有利的决定 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洗脸 当然少不了还要用毛巾擦干 可是如果它用力搓洗或选错毛巾材质 没有办法清洁 反而还会伤皮肤 脸部肌肤日常保养中 清洁是重要的首要步骤 建议民众洗脸前 需先将双手以清洁镜洗净 避免双手的污垢及细菌 直接接触脸部肌肤 接下来必须以合适的清洁用品 依序卸除脸部不同区域 不同性质的彩妆品 过高或过低的水温 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感 因此洗脸时建议使用约25到30度 接近体温的温水 不要用太过含香精太多的一个洗面乳 太过刺激皮肤 那再来就是说洗脸的方式 我们通常会建议呢 挤一些洗面乳在我们的手指腹上面 然后用指腹呢慢慢的按摩 按摩的我们这脸部呢 不要过度的去搓揉我们这脸部的肌肤 用这个指腹轻轻的按摩 这是最好的洗脸的方式 在洗完脸后 可以使用毛巾轻轻的 将脸上残留的水分按压干 尽量避免使用毛巾 在脸部有力道明显的搓揉动作 才能不破坏皮肤表层的角质层 保护肌肤的皮脂膜 及维持肌肤的保湿功能 所使用的毛巾 必须置于通风处晾干 而且定期清洗 才能避免因发霉 进而增加脸部感染的机会 毛巾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 那可是它在清洁不当的时候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 或是甚至病毒的残留 新冠病使用过的毛巾 其实那个病毒会残留在毛巾上面 那至少一天以上的时间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这个没有清洁干净的毛巾 得到这个病毒传染的一个风险 国外研究毛巾使用过后 如果做细菌培养 大概会有二到三成机会 会培养出致病性细菌 如果清洁频率不够频繁 大概三天以上就会有显著增加 因此毛巾使用完之后 最好每一次可以做清洁与杀菌动作 可减少细菌传播 不同材质的一个毛巾 会不会有不同的一个 产物纳购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体的两面 所谓这种极细线的毛巾 它通常有比较好的吸水力 所以它能够清洁这个表面 物体表面的细菌 或者病毒是可以清洗得比较干净 毛巾是不要太粗糙的一个材质 当然比较柔软材质 在擦脸部是比较适合 而且喜欢脸的话 就是说用毛巾轻轻按压脸部和皮肤 把水擦干就好 不要用力去搓揉脸部的一个皮肤 避免对皮肤造成一个摩擦的一个伤害 毛巾跟健康的关系 像台湾的环境 比较潮湿 牙热带的区域 毛巾放在浴室里面 尤其在台湾的环境里面 很多的浴室是没有对外传 尤其是20年到40年左右的房子 它常常在浴室里面 毛巾放在里面 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还有黴菌之类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都会造成一些过敏 还有感染的问题 甚至严重的时候 会引起一些蜂蜗性除殖炎 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 毛巾三天不洗 就会有8000万个细菌在上面 如果一个礼拜不洗 它会有上亿个细菌 而研究报告 是在比较干燥的美国做出来 因此如果在台湾 恐怕会更严重 透过太阳光的照射 我们有充分的晾干 太阳光有充分的曝晒之后 在太阳光的紫外线 也一样会有杀菌的效果 而且完全干燥的一个毛巾 那不管是棉制品或是人工纤维 它的细菌的量 就会大幅的下降 我们在清洗毛巾的时候 就是尽量不要跟内衣库 还有我们一些衣物一起共用 一起洗 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细菌的滋生 一般我们会建议说 一周就最好是拿来清洗一下 或是用这个热水去探过 来做一个消毒杀菌的动作 避免说因为这个毛巾过度 滋生细菌或霉菌 来导致我们的皮肤 产生这个过多的细菌或霉菌的累积 医师建议不要过度用毛巾 搓揉脸部肌肤 会造成脸部角质呈伤害 另外毛巾应挂在通风环境 避免滋生细菌或霉菌 TVBS新闻张正安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北极乌冰会是什么样子呢 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北极熊海豹海上栖息的北极 海上冰层极有可能 在2035年的夏季就消失 像这个是去年 去年的高的嘛 现在是这样 那没有第一有第二第三 就是说现在的气温是这样 依照数据显示 全球的平均温度曲线 一年比一年还要高 全球暖化对北极将造成不可逆影响 海面上布满海滨 广大海滨覆盖北冰洋 是调节气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不过在气候变迁的威胁下 海滨的面积逐年缩小 甚至最新研究 地球与环境自然评论指出 北极海上冰层很可能在 2035年夏季消失 白色北极将变成蓝色北极 依照升温的速度 如果减碳效果不如预期 2041年温度将上升2.4度 到了2081年将升温4.4度 这时候北极海滨不仅夏季无冰 冬天也可能来不及结冰 一旦海滨消失 海水吸附更多热量 温度的调节就会更加紊乱 在北极海滨的都没有的情况下 对人类当然就会有非常大的冲击 海洋的热浪 这个热浪就是突然一个延续的时间 比如说超过五天以上 它的温度会高过一个极端值的门槛 这样子的海洋热浪会随着无冰的状况 而把它引发出来变得非常的严重 对于生态来讲 然后靠着冰的一些海洋涂土类 当然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冰没有了 其实也会让整个北冰洋的海洋的生产力 会增加资源开发 也提供了一个一扇门 根据我们以前对北极的认识 它冬天就是有冰 现在的冰又不如预期 可是它的北极的冬天还是会冷 所以到时候北极的这种 所谓的北极震荡 这种扩散的效益 就是说全球暖化下去之后 北极会怎么样 其实最后的结果是 北极有时候冷的时候 会让这个冷的冷空气 直接扩散到整个北半球 所以我们可能会遭遇到 更极端的很冷的事件 但是又平常又很暖的冬天 北极海冰如果消失 物种也会跟着受害 北极熊 海豹 海象 都是灾难第一排 要避免北极无冰化 减碳的速度就要加快 其中森林碳会成了 固碳的重要趋势 二氧化碳的解决 不外乎就是两种策略 第一个就是增加 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第二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整个大气里面 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 二氧化碳的量太多了 那我们可能要减少 这是一个策略 那第二个就是 二氧化碳太多了 是不是有一些技术 可以把二氧化碳把它吸进来 不过极端气候频繁发生 干旱热量增加森林大火的发生率 研究指出在干旱期间 台湾先进的侦测系统发现 森林生态系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远大于吸收量 短暂失去森林碳会的自然功能 森林大火将严重影响碳会储存 其实体积会影响到你吸的量 它的体积比较大 所以它能够吸最多二氧化碳 但如果是森林 它可以活得很久 少着一二十年 那动辄四五十年 甚至上百年以上 所以换句话说 它可以把二氧化碳 所存在身体里面比较久的时间 就不会立刻就不见了 那如果说碳会没办法太持久 那就我们就会说 它比较不是一个很好的碳会 因为很好的碳会 应该要永远的储存 要存碳 碳会是可行方法之一 但最根本 仍是要减少碳排放量 以及找到方法 可以进行碳捕捉 逆转暖化的进程 让南极北极海滨 消退的面积 不再持续扩大 TVB的新闻 余信和刘军台北采访我们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